台股排名一片惨率超过1000加 个股走跌将三大拳王全面重挫 拖累加拳指数 24号开低沙更低 中场惨跌439点 跌破22,900点关卡 即便上周台股狂涨748点 但周一一口气就跌掉一半涨点 更创下今年第三惨记录 政治不平静 第二个短线也涨太多 所以他这一波顺势得拉回 但拉回的过程当中各位不要忘了 目前包括了台积电 包括了广达包括了鸿海 包括了联发哥等等的 这类的一个个股是因为短多 涨多而震荡 台股刷身隆隆 尤其拳王更凄惨 台积电跌幅扩大 最终重挫30元 勉强死守940元大关 短短一天市值蒸发7780亿 联发哥更杀了半根跌停 收到1410元 红海跌幅也逼近3% 收到206元 三档超级全职股 就跌掉大盘超过250点 电子股同步倒一片 难道护国神山群庇护失灵 我是认为不会这么快 就在这个地方多头喊咖来 因为以台积电来说的话 台积电他这一两年的成长的几率 还是非常非常高 通常红海配息前 他的整个行情都是会往上涨的 而目前这一波的红海的一个市值 在上个礼拜已经供到3兆左右了 所以就目前来观察的话 我认为这只是短期涨多的一个震荡 台积电领军千金股下沙 但分析师还是看好 AI狂潮会延续三年 台股还是涨多拉回收镇 还是多头真的喊咖恐怕还得观察 但外资狂卖451亿 难免让投资人看了心惶惶 靳新闻做不到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